好,進來之後我們可以在畫面上左右來滑動,選擇想要錄製或者在彈奏的樂器 然後這次在講的是基本,所以就這些基本的一些功能 然後像這外部比較進階的就等下次再做課程的設定 然後進來之後你每一個選到之後你只要點它就進去 那再點上面這一個就回來 那我們可以點下面這個模組,會有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這是有加和弦的部分,那我們要回去的話就點這個部分 就可以再回去,然後做一下切換 像這合成器,聲音會不一樣這樣子 好,那就是這樣,那如果我們要回去原來的設定可以選這裡 選原來的 然後回到組類別 然後回到鍵盤 那我們就可以回到原來的 綠色的,綠色的大鋼琴的部分 這個部分 喔 那麵 有很多地方 那麵